先有女神破孫慧,春章泰然,再由引慶女團以XID折牌 顆顆巨星集港令航飯度過了充實的6月 今天 K1 頭條就為你整理7月韓星訪港名單 看著這個時間表追星,包你不會錯過任何一個精彩活動 近年多次在香港開秀的 God7 成為7月訪港韓星的頭炮 他們7月1日晚上會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見面會 由於今次是 God7 在中國港澳台地區唯一一場見面會 相信將會吸引亞洲各地粉絲前內朝聖 另外超人氣韓國hip hop男子組合Monster X 也首次唱到來香港 他們會在7月8日舉行首次單獨演唱會 休息幾日後,7月12日就由CM Blue隊長鄭元和接力 身為2017香港韓流報難會宣傳大事的他將會來港出席開幕儀式 同日率領男團B.A.P.新進女子組合GooGoo丹舉行演唱會 想了解更多詳情就要留意官方資訊啦 在鬼怪Goo丹又燦爛的純日面飾演柳德華 一個如大和好評的六星才時隔一年多 同所屬組合B2B來港搞歌唱 出名是Soul Out Idol的B2B每次搞見面會都會掀起POP非潮 不知你又搶不搶到呢? 接下來為你介紹今個月最底體韓星演唱會 賽將會聯同著名韓國男歌手Seven以及新人女團GooGoo丹 在7月15日來港舉行MegaK Festival Summer Night Out in Hong Kong演唱會 其中VVIP觀眾更可以邊吃炸雞邊喝啤酒嗨足兩小時 大小清純女團Gfriend亦會親臨香港會講迷 今次是小女友出道後首次來港開歌唱 各位Buddy準備好了嗎? 最後最後堪稱是出道時間最長的新進男團HIGHLIGHT守著7月尾門 他們會在7月29日於瓦博舉行演唱會 今次亦都是他們經歷轉會重組風波後初次來港 新舊Fans哪有不看的理由? 唉小編不夠氣啦 8月韓星訪港名單下次補上 偷偷告訴你下個月來港開秀的韓星粒粒人氣爆燈 想知更多?下回分解啦!